B.A.S.的畢業作品名叫做 What That Tells Me 這件作品是由Processing寫的錄像作品 我希望透過這件作品重新探討 電影由analog的門界轉換到現在的 數字之後的一些質點 同學除了藝術訓練外 都需要一些科學基礎的認識 以及最重要是在一個實驗室裏 做他們的藝術創作 因為科學家和藝術家 各自有不同的思考和工作模式 所以這個課程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教他們一個有系統 和科學家溝通的方法和語言 B.A.S.和普通學科所提倡的專門化很不同 它不會定一個框架給學生 而是作為一個橋樑的角色 去鼓勵學生去探索不同領域的知識 自由度很大 我們的作品叫做The Live Show 是一首結合了藝術和科學元素 去創作的科學科音樂作品 在科學方面用可人生態圈裡面 不同生物的基因信息作為創作元素 在藝術方面選擇用MIDI音樂 去探索一首大家都聽得見的心態球 One Year Billion是我的最終年項目 它是一個3D融合環境 它是應用了混沌理論去演繹 如何有一個小的進入 去形成一個大的效果 當中是以觀眾趨氣為一個進入 去令到螢幕畫質 可以有多種不同的變化 B.A.S.是很鼓勵學生做不同範疇的學術研究 這些研究都很開闊也很硬 我覺得New Media其實就是 去嘗試去了解我們創作工具 背後的科技和科學的知識 運用這些知識去擴負我們創作的可能性 作為一個喜歡藝術的人 我會覺得我們沒有必要局限於現有的藝術方 我們可以大膽一點去嘗試 用更多不同的方式去呈現藝術 我們這個時代正正就是需要一班 可以將科學和藝術結合的藝術家